我親自驗證之後是真的拍什麼拍子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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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喔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啊 什麼樣的穿著 稱得上時尚有心 又該如何穿搭 才可以像大明星一樣吵 本季的大明星小哥們 我們特別吃起無尊 以及天賦真的拍照攝影棚 互看他們在拍照的時候 這麼有默契 就知道私底下他們一定也是 他們也是相當高 是要輕鬆又開心喔 我覺得兩個人他好像 今天是拍照對方的 你也有時候就不是 所以你叫他什麼 阿珍珍 阿珍的阿珍珍 你沒有... 他那個音比較可愛 現在是阿珍珍 阿珍珍 阿珍珍 對 她是阿珍珍... 她的阿珍珍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 互相都這樣叫對不對 沒有 我都叫阿師姐 對 所以有點不尊心他 首先大明星龍海的時候 我們在身體對不對 對 可是這一次是不是一個 很棒的經驗呢 因為這個組合已經排開 在旁邊那邊好像一干擾 你知道 就只有他們的聲音 都可以在那邊 比較吵了是不是 對 現在就好好 使用兩個人獨屬 然後你剛剛拍照的時候 也會不得起啊 你看要打進去幹嘛 然後剛剛那個攝影師說 你們動作都完全錯了 很壞耶 一到一到一到十分鐘 都已經搞定了 我們真的還 有經驗 同為師姐弟的SHE跟飛輪海 曾經一起為便利商店拍攝廣告 真的是不管是在哪裡耶 只要有他們在的地方 絕對可以聽到 鬥嘴還有重秀的稀鬧聲 她很大方從文來 帶了一些文來名產餅乾給我們吃 可是剛剛在車上 就給我們吃一兩片 然後就說好了 收起來了 好小屁喔 而且我們師姐都沒吃到 我沒吃到耶 我吃完一個 我沒有吃到 他就收起來了 沒有 我叫你們不要吃太多 有 我們沒吃到耶 沒有碰到任何的禮物耶 有啦 等一下會拿給你們啦 我吃一片 剛才Cover要吃完 我說不要吃 我還吃一片你就收起來 太吃了啦 拍照的時候 除了衣服的穿搭 可以展現潮流 擺姿勢還有眼神 也是相當重要的喔 來問問看兩個人 他們在拍照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應該注意的 小屁股呢 男生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要戶戶的感覺嘛 對啊 然後可能就是小屁股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牌子 是可以讓他張現的人 就在你戶的形狀 對 就是你只要選對一個 版型好的 剪裁好的牛仔 他把你的臀線 往上一停的腿 當場就會拉起來 然後再當場穿一雙高跟鞋 然後當場的那個 就是會變成很像一個馬鈴 對 一次星星就來了 是可以戴上去 怎麼有這個動作 怎麼樣每一個姿勢都漂亮 對… 我剛剛跟阿貞說說 他比第一次看到他中分 就是很難跟他 因為他那麼多鞋跟班 對 就發現這樣好像非常搭耶 去想改變一下 然後看他走 我也要學一下 對啊 就完全經驗都要帶給大家 真的是心的 完全不一樣的事 然後以前看到你們 就是一個團體當中 然後散燈的那種不一樣 現在就完全要帶給大家 不管是時尚也好 和默契也好 做你期待 拍完之後讓大家說 時尚已經就是要這樣很大 每一次大明星小跟班 可以訪問到好久不見的老朋友 真的是令大家很開心耶 有一陣子沒有在大明星小跟班 看到無尊了 有件事情在訪問之前 我一定要先告訴他 好的 我要跟各位朋友們說 以往大部分都是我們當記者 或是我們當主持人去訪問人家 就有一次人家問到我 給我幾個選項 讓我選出我訪問過 那麼多的男藝人當中 誰是很有風度 跟誰是很有禮貌的 叫我舉出兩個 你是其中一個 真的嗎 這麼榮幸喔 還記得兩三年前 因為攝影師不在 要訪問無尊 要麻煩他瞧位子 他很客氣喔 你可以往後退一點點 對 終於 哎呀哎呀 我們有 好好好 我們有華哥在喔 真的有華哥來幫我們 不好意思 對啊不好意思 你也要一起進來 你也要一起進來 一二三 好好好 我們現在非常誠惶誠恐的 有一個任達華先生 到我們的攝影師 我壓力好大 我壓力好大 爸 我壓力好大 有收音 你聲音非常好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看到華哥在這邊幫你掌鏡 是不是我們要邀請你爸爸來一下 我一定要邀請他來 對啊 瓜哥來嘛 瓜哥來嘛 親你的手 對啊 他都不想進來 你要拉他進來 這個是什麼東西 什麼電台 我們是台灣的TVBS電台 我來拿 我來拿 好 在台灣第一步 對啊 我現在去跟瓜哥做 TVBS很好 是很好 都看 好感動喔 那麼貼心的無尊 平常都怎麼樣 鬥樂身邊的人呢 就是 有一定的交集 但是沒有到非常熟 可能就會講一些 人生 的黃色笑話 是人生當中的黃色笑話嗎 沒有 因為 因為就覺得說 可能就會讓他想像一些 比較 比較慘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嗎 你覺得你很可憐 可是很多人比你更可憐 你知道嗎 你是用另類的鼓勵的方式 而不是故意一直無厘頭的鬥撒笑 對啊 而不是無厘頭的 要看假如有辦法可以的話 他是那種人的話 那就用無厘頭 對 可是比較少 對 在我們來長大的無尊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好奇 出道前的他是什麼樣子的呢 我剛就是我小時候 那時候才兩歲 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個是我 對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帶我去游泳 然後去把我QC游泳 這樣就會有 你看都沒有帶那種 都沒有帶那種 用圈或什麼 對 就是放我去那邊游泳 這是你爸爸嗎 這是我爸 對 然後我姐 因為我爸很喜歡游泳 然後他就帶我去游泳 對啊 你在說誰啊 這個我是 這個還沒 你說這個才兩歲 對 兩歲 兩歲就是大一隻 對啊 小時候很胖 因為小時候很愛吃 你知道你看 滿胖的 這是運證國 運證的一句俗語 小時候胖不是胖 長大那麼帥氣 沒有誰比我有資格 然後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因為我滿喜歡車的 然後就很喜歡 那時候在澳洲就有買一台車 應該你們沒有看過我這個照片 對 沒看過 就是綁毛髮 那時候滿差 那時候是健身教練 所以就頭髮搬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對 然後旁邊去的人呢 他是誰 我剛才是波王 Oh my God 對 相當熱愛美食 也非常愛吃的無尊 大家都知道 只要到哪裡 他就一定會想要品嘗一下 當地到底的美食 這麼久沒見 我當然也準備禮物要送給他囉 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而且我一帶 我不是只有帶一個喔 我這一帶裡面 有15個 因為我知道你是喜歡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他買都不是只買一碗 或者他自己想吃 他就買給大家 我跟你講 我這個我之前常常去吃的 因為最近很少在台灣 對 然後你今天真的是 我今天是聖誕老人 是不是 真的很開心 而且我一買 我就買三種頭味 全部都包起來 所以到時候會希望 你分給所有的工作人員 一起來品嘗 從偶像歌手 選擇成為實力派演員 無尊他在私底下等級的空檔 坐在做什麼呢 有時候會 裝輕的在看劇本 比如說在想角色的東西 有時候就是會拿電腦 因為你知道我 我在有健身房什麼的 所以我都會拿電腦出來 去打法時間 利用時間這樣子 所以不會就是在那邊 等著沒事做 還是睡覺我很少這樣子 那你現在是上電腦 是跟他們視訊嗎 還是說可以直接連上 健身房裡面的監視器 都有 真的還假的 你的電腦可以連上 健身房的監視器 對…就是我健身房那邊 有放十幾個監視器 然後我就可以看了 無尊超級標準的靜美身材 這一生好激肉 連實體還是SH1 都賺不絕口呢 身材太好了 好好喔 我會加油的 有啦 現在身材也沒那麼好 有啦 現在身材也沒有 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好 你怎麼可能會看到這個 我拍戲的時候 都看過她身材透光光 對 她常常脫 對 我跟你講 我看過的東西 比你們看得還要多 自己想想 應該會受不了吧 分著錢要分錢 而且她的造型 弄得很大一包 我真的是覺得 她的頭髮有多亮 對 她頭髮沒有很長 但我覺得她還不錯 因為她的臉好斯文 然後身材這麼火爆 我就覺得 反差感很大 就是很火燥 就是妳平常 我是肌肉女生 但她很熱 對 她平常都文質冰冰 可是一脫下衣服 就會很火爆 這都是女孩子嚮往 難怪她那麼紅 我們為了要談到肌肉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剛剛看到 一組照片 我的天啊 也太性感了吧 妳完全就是有一種 就是那種爆發 然後這樣身體那種淺龍 這樣掙脫出來的感覺 拍那個的時候 叫妳直接就這樣 會不會覺得很害羞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脫衣服的時候 我覺得假如是因為工作 我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害羞 可是假如是 不是因為工作 然後就在那邊脫衣服 在那邊走來走去 那我就會覺得有點害羞 還有一個 因為我剛剛就看到那個照片當中 你穿兩條牛仔褲 對 不會非常的緊繃繃嗎 是有一點點緊 可是那個牛仔褲 它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有一些東西 要讓大家看到 是很特別的 特別吧 對 然後我覺得有龍的那種感覺 就是明年是龍年 對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酷 對 因為我覺得龍對華人來講 是一種 怎麼講的 很吉祥 對 很吉祥 然後是一種 它龍是代表的 好像每次衝前面的那一個 對 所以我覺得 是蠻喜歡的 對 真的很瞭解 他就不會誤會 那不想認真 花時間了解 他就是會一直誤會你照 對 所以解釋了 沒有太大的